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段财智生活杂志 那我们刚刚讲说呢 这个所有的财经理财呢 你一定要prioritize 也就是说呢 你要设定一下自己理财的先后顺序 下一个我觉得您要理的就是说 你的投资目标是什么 我举个比较浅显的例子 您到一个餐厅 你下面开始点菜 人家总是会问你说 你要吃素一点 还是你要吃荤一点 你要吃口味重一点 还是你要吃口味清淡一点 你要吃辣椒 还是你不要吃辣的 对不对 这个你总是要给waiters一个答案嘛 所以在before你投资以前 你自己要去判断 说我到底能够承受的风险是什么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到现在跟你讲的都是说 你到底要承受的风险是什么 可是我并没有跟您说 你想要赚什么钱 因为呢 你如果不知道 你可以承担的风险是什么 而冒冒然去做了一个 你不该做的投资的时候 有时候会受不了 譬如说您的肠胃根本不适合吃辣椒 可是你却点了一盘辣的菜 你觉得你的肠胃受得了吗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一位非常保守的 他已经到退休了 他也不愿意赔钱的一位 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新年 他又怎么可以去做高风险的投资呢 人们又会说啦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做 我就不能做呢 因为你一直看到 别人在赚钱的时候 可是你却没有看到 人家在赔钱的时候 担心受怕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你看在2008年 我们看到很多的能源的投资 Nature Resource 我讲的能源不是这种Private 我讲的是油公司的 是Public的公司 在那一年我们看到 油价足足从147块跌到了37块 这就导致相关硬的投资呢 好一点的大概赔50个percent 烂一点的赔70-80个percent都有 可是你会说 这个我根本就不敢碰 重点是什么 50几percent那一个 我们专业的人会说 他赔得真好 你们会说真是开玩笑了 赔了50几percent 你还跟我说好 那是因为您的对比没有做好 什么意思 当时的油价是从147块 掉到了37块 那这个Mutio Fund呢 它如果只跌了50% 在2008年呢 它的performance算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 平均来讲 如果掉了70% 而它只掉了50%的话 那这样的对比来讲 这个投资就是好 可是试问 又有几个投资人 在看到一个Mutio Fund 赔了50% 他居然会觉得它是好的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统一的Mutio Fund呢 它在2009年呢 它就涨了70多个百分比 2010年呢 再补涨了约莫30个百分比 两年涨的呢 正好把那一年赔的都赚掉 那你如果去看它过去10年的表现呢 你又会觉得它是非常的优秀 我在这一个所要带出的重点就是说 这个的确是个不错的投资 可是是subject to 你承受得了这样的风险 我再讲的恐怖一点 你受得了 在2008年 看到你的共同基金 从10万块掉到5万块吗 在短短的12个月 从10万块掉到5万块 你当然会说 如果我知道它2009跟2010年会涨回来 那没关系啊 我让它2008年掉50% 我也OK啊 其实我刚刚讲的话叫做 基本上叫做事后诸葛 你怎么会知道 它后面两年会涨得回来呢 所以你也只能说 根据过去的历史来判断说 它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 所以你在看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时候 你心里要做一个准备 万一有一年 它会赔50%的时候 你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常常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 做高风险的投资啊 就跟去这个Reno Casino一样 你所带去的钱 你想要下赌场赌的钱 是你赔光光你都没有关系的钱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当我们一跟投资人讲说 你这个钱是你可以赔光光 你都可以投资的话 投资人马上会alert 为什么 如果某一位投资人 他说我带了十万美金去赌场赌博 可是我不能赔 那如果赌场说 你赔光光的钱 你才能够下场赌哦 那是不是他马上会把十万块 当到了 两千块 两千块不会影响到他 可是十万块会影响到他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投资的investment objective 随着每个人要改变 那因为每个人 隆忍风险的承受度不一样 不是别人可以赚的钱 不见得是你赚得到 别人的胃可以吃这个非常麻辣 并不代表你的嘴巴 或者你的胃可以承受非常麻辣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做错决定 你永远不要去羡慕 人家在赚的时候 同样的 人家在赔的时候 你也没有这么大的风险 其实有时候我看到投资 有时候就像乌龟跟兔子在晒跑 乌龟每一年 他就赚乖乖的3% 4% 十年下来 他居然也累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可是兔子 你可以看到他一年赚50% 一年赔了70% 另外一年又赚30% 有时候你会发现过去十年 你都是白搞的 那很多人就说 那可不可以有更advanced的方法 我刚刚讲的是说 你的投资目标要定好 可是投资目标 其实每一个人会改变的 不是吗 基本上 经济在不好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觉得未来会好的 而现在是非常糟糕的时候 yes 你可以把你的投资调得比较高风险 这是对的 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 马上股市或投资环境会改变呢 所以最好的方法 其实我们在业界来讲说 你就要是要diversify 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放在银行的emergency的钱 譬如说六个月的现金 你不管是干什么 不管外面有多好的投资 不管是亲朋好友 他要跟你借钱 你永远都不会去动这六个月的现金 这个就是一个很typical的一个diversify 你把该用的每一份钱 你把它切好一个百分比 那随时该有什么投资目标 不要动它 我们刚刚讲六个月安全的钱 我们就去做emergency cash 然后呢 我可能放我资产的30部分 是在保守的定存 我动都不能动 可是另外的30%呢 我可能随时shift到债券 那剩下的30-40% 我可能是在股票 mutual fund来调配 危险的时候 我就在股票 mutual fund放多一点 我觉得安全的时候 我就把它需要 我觉得它需要安全 我就把它移到债券 或者保守的定存多一点 可是是不是代表要完全断绝呢 其实不是的 你基本上百分比需要 自己去做一个适当的调配 这会是比较好的 我们马上进一段工商资讯 下一段 未来跟你讲更多的财经知识 谢谢